因为是我们现在修行 修行是因 成佛是苦 阿类也是在因为 你看寒藏 燃尽之中子 燃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燃物 燃物得有的是心不清净 心不清净 外面环境就不清净 所以现在人讲环保 我大概在三十年前就说了 环保能不能受到效果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 只懂得物质上要 保护环境 不知道保护心 心不清净 外面的物质现象 不可能回归清净 所以环保要从哪里讲起 从心地讲起 让我们的心清净 心不受染污 外面的环境 染污就很容易清理掉 那么这个道理 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 这就有了科学证据了 科学家告诉我 念头 奇心动念 能够影响物质环境 物质环境跟自己最贴近的 就是身体 所以中国人 言语里都有说 没有明白说 但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 古人见语 又能使人老 有忧虑 常常有忧虑 这个人很容易老化 那这不就说了吗 念头可以影响我们身体 身体是物质环境 不但能影响身体 影响我们居住的环境 这都是真的 这个地区 人慢慢觉悟了 觉悟的人虽然不多 可是产生 最大的力量 台风是个灾难 现在的香港人 久悟慢慢多了 当然距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是个好现象 那这个风灾就免了不来了 我也听说 有大的海啸 可是海啸 靠近 这个香港的海域 它就水就平了 浪就没有了 有些人说 这是佛菩萨保佑这个地方 说的也不算错 实际上 真是人心转变了 才难就能化解了 这就是静随心转 外面环境是随着念头在转 我们有好的念头 身心健康 有好的念头 居住这个地方环境 少灾少难 这是真正化解灾难的 方法理论 所以两无亲信 都在心底 我们在心底 你 都不渐 对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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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